我们现在平安到土耳其乐 人平安到了却因为天灾影响赛事被迫取消 下一站转往美国备战抢积分 跆拳道好手罗嘉玲好不容易等来实战机会 竟然因为体重背叛失格 教练刘聪达社群上证实 罗嘉玲在美国公开赛因为体重差0.1公斤 未能完成过棒 还原事情经过罗嘉玲参加美国公开赛 发现体重超标0.3公斤 立刻去跑步减轻0.1公斤 剩下的想靠裸棒过关 但现场裁判告知不可以裸棒 内衣短裤都不能脱 罗嘉玲当场减法但还是超标0.1公斤 刘聪达教练致歉花国家的钱出来 真的不应该指责选手心存侥幸 而他也没有尽到监督责任 罗嘉玲接着发文 努力不够害大家陪我承担 会一辈子记住这0.1公斤的教训 粉丝留言加油打气 但有不少人说重话 怎么连体重都控制不好 对于区分量级的运动而言 这是最低级的失误 超标0.1公斤 两颗鸡蛋的重量还没开打就被判出局 真的很可惜 不过研究官方赛事规章发现 有粗体字标示 在美国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可以裸棒 这也让网红丁媚气的发文 为什么只检讨选手而不检讨团队 不看比赛规则 对此体育署回应 带教练和团队回台后 写检讨报告